地方衙门的二把手为何末有官职也不能着官服? 县衙是中国历史上县一级的行政部门,最高常官位县令,是一县之长,负责县内的一切事务。 县令一直起源于战国,商样变法时后将多个小厢合并卫县,设县官位地方最高常官。 到了战国末年,郡县两级制度成立,郡卫县级之上。 秦、汉两朝的律法规定,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县官才能称卫县令,在万户以下的只能称长。 在汉朝以后这个规定放宽,千户以上的称县令,不满的称长。 北齐时后将县分为九个等级,所有县官一律称令。 元代称卫县尹。 明清时七位之县,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后称卫县之势,国民党时后称卫县长。 县官之下一般还设有县城、主保、典史、巡检、议城等。 这些职位都属于官员,其中县城品及魏证八品,主保品及魏证九品其余皆不入官品。 这些职位都为朝廷官员,工作期间都需着相应的官府。 唯独一种人例外且不在这些职位中,那就是师爷。 师爷一般是县官自己请的幕友,如同私人助理或者秘书。 他们不是官员也不由朝廷发放俸禄,只对县官负责。 虽然墨有正式官职,但是因和县官走得最近,连县城也要让他三分,可谓实实在在的二把手。 师爷一般都是县官请的幕友,他们一般都是精通律法,会写文书甚至还能冲荡会计之人,被幕主相中拜请后一般长期为幕主服务。 部署于朝廷编制,由地方官员自行选择聘用,从字面上理解有宾客,好友之意。 幕友与幕主确定聘用关系后,一般都是协助长官处理政务,如果事情紧急一般也可以替长官做出决定。 只有在北宋的时候对幕友的制度做出过规定,幕友必须由朝廷指派,而且只能协助工作,不能擅自做出任何决策,但后来又逐渐恢复了幕友的自由选择权。 县令王安石的画像。既然师爷是由县官自由选择的人原来担任,且非官员自然也就不能穿官服了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那些让人吃惊的历史真相,你知道几个。感谢你的观看。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。